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多次提出辞职 但北京拒绝让她退出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林郑月娥试图通过一项允许将犯罪嫌疑人送往中国大陆 接受审判的引渡法案 引发示威活动 公众反对激烈 抗议者本月袭击了香港立法会 知情人士表示 自从22年前香港移交主权以来 这种情况已经升级为该地区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促使林郑月娥提出退任 据一位直接了解情况的人士透露 北京方面一直坚称林郑月娥必须留下来清理她所造成的混乱 没有其他人可以清理这些烂摊子 如果没有人想要这份工作的话 在6月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后 林郑月娥暂停了拟议的法律 称其已经死亡 并承认她的政府在该法案的工作彻底失败 但示威者继续要求全面撤回拟议的立法 当英国金融时报询问林郑月娥是否试图辞职时 她的办公室表示 特首已公开表明她仍然致力于为香港人服务 港澳事务办公室是北京负责监督香港领土的政府部门 她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据路透社报道 北京驻香港联络处负责人周四 公开支持林郑月娥 称中央政府坚决支持特首及其政府 知情人士说 该法案是林郑的倡议 而不是北京的提议 这使得林郑月娥成为香港公众批评和中国对处理争议的不满的目标 这场危机再次引发了对一国两制模式的可行性质疑 自1997年香港从英国统治回归中国以来一直受到这种模式的治理 这使得香港享有50年高度政治和法律的自治权 但这意味着由北京任命的特首面临平衡香港人的利益 与中国大陆的意愿的兼具任务 之前所有三位香港领导人的职业生涯都结束得非常糟糕 第一位香港移交后的特首董建华于2005年辞职 他任职期间2003年有50万香港人抗议反颠覆法案 北京公开批评他的表现 接替董建华的曾英权因涉嫌个人行为不端而被判入狱 林郑月娥的前任梁振英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后辞职 因2014年支持民主的占领运动震撼该城市 使香港中环停顿了79天 接下来看下一条消息 王沪宁曝光率突然大增 背后有何选拘 有三朝帝师之称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7月接连主持党内深化机构改革及党建工作会议曝光率大增 中央社分析认为 在总书记习近平治下王沪宁举足轻重扮演党内改革的规划执行角色 中共7月上旬接连召开两场会议 一是5日举行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 7名政治局常委全数到齐 2是9日举行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也有4名政治局常委与会 而这两场会议均由不常曝光的王沪宁主持 美中贸易战于2018年3月开打后 外界开始质疑中共对习近平个人及国家成就的浮夸宣传 此后宣传掉门即告降温 7、8月中共召开北戴河会议期间 即传出主管党内意识形态的王沪宁遭指责甚至失事的传闻 然而事后证实王沪宁在党内的地位并未动摇 香港媒体发表文章指出 一般情况下上述两场中央级别的会议 都是由习近平发表较具权威和宏观性的政策讲话 而会议主持人则由相关领域的具体负责人来担任 文章认为王沪宁在党内主管党务 由上述情况来看 他在中共政坛尤其是在中共正在进行的改革里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甚至可能是习近平治下具体改革事项的勾画者与执行者 接下来继续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 香港两日三场游行不断 新闻界加反送中加反水货客 香港政府割职修订逃犯条例 但围绕警方执法及中港矛盾的抗议活动仍未停止 香港抗议者周末分别在上水金钟和沙田发起游行 香港七个传媒工会和组织 周日7月14日上午发起新闻界静默游行 要求警方配合工作尊重新闻自由 6月起抗议逃犯条例修订的香港示威者发起的游行集会活动中 一些记者在采访时与警方发生冲突 多名记者指警方粗暴阻碍采访 游行由香港记者协会 香港摄影记者协会 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 7个团体发起 游行队伍从金钟的夏雀花园出发 途经警察总部最后到达特首办 不少参与者身着黑衣和反光衣 举着停止警报捍卫新闻自由的标语 香港记者协会称 超过1500名县职和前新闻工作者参与游行 香港警方则表示最高峰时有1100人 香港抗议者周日下午发起沙田反修例游行 游行队伍在周日下午3点半 从大围翠田街足球场出发 前往港铁沙田站巴士交汇处 示威者们高呼撤回送中恶法 香港人加油等口号 下午5点左右 部分示威者与警方发生短暂冲突 警方释放胡椒喷雾 随后双方在沙田圆河路对峙 游行组织者晚上宣布 沙田游行有11.5万人参与 周六13日 一批示威者在上水发起反水货客游行 代表示威者通知警方游行路线的良金城城 今日有3万人参加游行 警方说按原计划路线参与人数最高峰有4000人 游行队伍于下午3点半起步 现场大致平和 傍晚6点 有示威者聚集在上水广场门外的天桥位置 与警方发生冲突 晚上8点 大批手持盾牌和警棍的防暴警察采取清场行动 示威者称 许多水货客战局街边人行道等公共空间 拖着大行李箱在人群中穿行 影响当地居民生活 抗议者罗先生两岁时 随父母搬来与上水一站之隔的坟领 他称自己是北区人 游行的诉求之一是希望政府关注水货客 破坏社区环境 接下来我们看川普 川普说习近平和普京做梦都想拜登赢 美国总统川普7月12日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都希望前美国副总统拜登 赢得2020年美国大选 川普在飞往威斯康辛州之前 对记者们发表了讲话 川普说习近平和普京 所有的这些人在晚上睡觉时 他们都祈祷拜登或像他这样的人会被选中 以便他们可以继续在我们国家发财 川普称拜登既软弱又无用 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会笑话他 与此同时 川普提醒大家 他所施行的针对中国的关税 拜登在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中 被认为是川普的主要竞争对手 下面请看另外一条消息 敲山镇虎解放军东海再开军事演习 据香港媒体称 中国解放军近日频频展开演练 即本月初东海舰队海军在东海进行实战演习后 国防部微信公众号今天发布消息 指解放军近日根据今年全军年度计划 于东南沿海等海空域例行演习 该军事演习正值台湾总统蔡英文外访并过境美国 东网认为有警告美台议委 据东网今天报道说 由于近日中国大陆官方频频针对美国对台武兽 发表强硬言论 也宣布要制裁涉及受武与台湾的美国企业 解放军这次发布东南沿海军演的信息 被认为带有警告美台的意味 报道指台湾的国防部回应称 解放军这次是年度例行演习 台军能有效掌握与应对 而面对中国方面不断文攻武吓 台湾除了严密掌控台海周边的军事活动外 将持续强化防卫战力 该报道说 中国官方电视台13日也发表评论 指美方向台授武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也严重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文中并指美企参与向台授武 根本不是单纯的商业交易 而是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行为 中国对涉事美方企业实施制裁 合情合理更合法 接下来我们关注下面的消息 赴美留学男中国留学生转向他国 一项调查显示 中国学生对赴美留学的签证问题担忧 因而更多转向其他英语国家 以及包括德国在内的工程专业较强的欧洲国家 据德国之声引述法新社报道 中国民营教育机构新东方的一份调查显示 随着中国学生对赴美留学签证问题更为担忧 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受到更多的青睐 此外 韩国以及工程学是强项的欧洲国家 如德国 斯坎迪纳维亚国家 也有更多的中国学生申请留学 据报道 约36万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超过三分之一 就读于所谓STEM领域 即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 不过 据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数据 今年3月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同比减少了2% 这是自2009年以来的首次下降 中国留学生占美国国际学生的近三分之一 据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统计 去年 中国留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130亿美元 这一数字包括学费和生活费 法新社报道称 包括耶鲁哈佛在内的美国顶尖大学 抱怨贸易战影响到大学的招生 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莱夫6月25日发表公开信 称学生感到单单因为其中国人的种族身份 而受到不公平的审查和怀疑 美国国务院则称 这是由于在美期间受到外国情报部门 拉拢的学生人数增加的缘故 美国总统川普6月底在G20峰会期间 试图打消中国学生的担忧 他表示中国学生会受到与其他人一样的对待 川普表示美国有关部门正在寻找途径 通过所谓聪慧人的豁免 让优秀毕业生更容易留下来获得绿卡 接下来我们看华为的消息 任正非卖5G手机说 必须卖得跟苹果一样贵 自美国向中国电信拒清华为施压后 华为创办人任正非频密的接受媒体采访 近日任正非称华为坚决像苹果iPhone一样卖得贵 并将大规模投入科研 华为新生社区转载任正非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 任正非大谈5G市场 尤其是国外的5G市场 当记者问到与诺基亚爱立信等竞争对手相比 华为是否有价格优势时 任正非强调 如果与爱立信诺基亚相比 我们比他们贵很多 因为同样的东西 华为可以给客户提供更大的价值 因此价格我们是贵的 如果我们卖的便宜 可能会把别的一些厂商挤压死了 所以我们坚决像苹果一样卖得贵 任正非又说 卖得贵钱就多了 如果发给员工发给股东 他们就懒散了 所以会大规模投入科研 投入科研还是太多了 就拿一部分捐赠给大学支持大学教授的研究 他又指 华为给大学提供的研究经费并不占有成果 这样在理论上超前的能力也增强了 即使在最困难时 研发经费也不会低于150亿至200亿美元 我们有前进的理想 有前进的动力 一定会有前进的结果 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最新报告显示 2019年首季中国智能手机市场 华为高端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iPhone 而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售价介乎600至800美元之间 华为已成为绝对的王者 其市场占有率达48% 远远超过iPhone的37% 而且两者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 在超过800美元售价范围内 iPhone还是遥遥领先 市场占有率达74%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 苹果在中国市场的吸引力越来越小 越来越高的售价和微弱的创新 已经不能跟中国国产手机正面对抗 接下来还是跟华为有关的消息 不支持华为 中国联通批自媒体造谣 中国近日有自媒体刊文 点名中国电讯商中国联通 不支持中国电讯设备商华为 中国联通昨晚回应 批评有关自媒体恶意诽谤 强调正与华为等展开5G 网络组网试验工作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不支持华为的企业 除了联想之外 居然还有国内四大运营商之一 联通迎来大动作 5G合作商终于确定等自媒体文章 近日在中国网络流传 当中提到 无论是对华为SA组网模式的选择 还是对5G的解决方案来看 中国联通从头到尾 都没有选择支持过华为方案 这并不是中国联通第一次 胳膊肘向外拐 此前中国联通便已经给出了 爱立信一份大订单 严格意义上来讲 这已经是其第二次抛弃华为 中国联通昨日在官方微博 以造谣者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大为题 发布回应称上述内容是谣言 批评这是对中国联通的5G合作与采购 颠倒黑白主观异断 肆意歪曲恶意诽谤 中国联通又赐这些自媒体为博眼球而毫无底线 公司强烈谴责这种居心不良 凭空捏造烂扣帽子煽动公众情绪 误导社会舆论 极度不负责任的造谣污蔑行为 并保留通过法律手段 维护公司合法权益的权利 作为国有大型骨干央企 中国联通表示坚决站稳政治立场 正积极按照国家5G网络部署要求 与华为中兴爱立信诺基亚中信科等通讯设备制造商 开展5G网络组网实验工作 积极探索5G应用创新 扶持和带动国内5G芯片 终端设备制造业应用等全产业链发展壮大 马来西亚没收中石油2.4亿美元 中方称困惑 新加坡海峡时报上周六13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马来西亚因2018年一个由中国石油分公司 公司承建管道项目暂停 7月较早时曾单方面指示汇丰银行将逾10亿令吉 约2.4亿美元从该公司户口转移至由财政部拥有的能源企业的户口 中石油表示一直遵守马来西亚法律并对事件感到困惑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马来西亚政府月初指示银行将中石油分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一笔资金 转移到该国财政部全资拥有的苏里亚战略能源公司 报道指事件在当地前所未见 中石油分公司证实事件 指出他们一直牢牢遵守当地法律 对马来西亚再没有知会 便单方面转移资金仪式感到困惑 公司表示希望能与马来西亚方面以友好的方式解决 并会在深入调查后采取适当措施维护权益 马来西亚汇丰银行分行没有评论报道 指客户资料属于机密 报道指2016年 CPP赢得前总理纳吉政府的沙巴天然气管道项目施工及试运合同 和多介质管道项目施工及试运合同合约 将分别在马来西亚半岛西海岸建造一条长达600公里的石油管道 在沙巴建造一条662公里的天然气管道 马哈蒂尔在2018年大选中意外的击败了纳吉 2018年6月媒体报道马来政府已为这两个价值94亿令吉的项目支付了83亿令吉 但中方只完成了13%的工作 去年7月 马哈蒂尔暂停了这两个项目 并表示要重新谈判或取消纳吉授权的不公平的与中国的合作项目 在经过了长达数月的谈判之后 今年4月马中双方同意恢复价值上百亿美元的东海岸铁路项目 不过项目的费用将降低三分之一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我是莫子 谢谢您的收看 今天大新闻 今天事件惊人之雨 多人互动 放马交锋 请锁定明镜伙拍YouTube频道 有位时间每晚九点 北京时间每早九点 每天都有新节目 每周都有新嘉宾 今天大新闻 一周七天 每天不放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